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节目主持人简单 在上一集的节目 我们请到了 台湾海外援助发展联盟的 秘书长李尚林先生 来跟大家聊聊 台湾目前的国际援助的现况 以及他怎么样走入 这一行的心路历程 那在这一集我们也 很开心继续请到他来 为听众朋友来聊聊 他本身的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罗慧夫的 国际合作组的副主任 其实就是已经是当 那个单位的主管了 那我们先请尚宁 跟批众朋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尚宁还真的是温文儒雅 然后就是讲话不温 不许不疾不许 但是他很多心里话 然后上一集讲的都很精彩 我们这一集就来聊聊 你真的比较平常在重生 而且也是你进入国际援助前的一个阵子 对对 就是真正就是你怎么样到 就是等于是 其实都一样了 就是你做罗慧夫跟做财文A级都差不多 对对对对 那你聊聊当初怎么会进到 罗慧夫卢源基金会 其实就是为了找工作 然后其实是那时候从学校毕业之后 就很想要做跟社会科学有关 然后希望跟人有关 然后希望做助人工作 那时候想一想就说 可是我又不是社工 然后就找半天 然后在网络上找到找 就看到罗慧夫卢源基金会 有正一个国际合作组的专员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看到他们的真材条件就只有三个 一个是要会英文 然后想说这个我可以 然后再来是社会科学相关领域 这可以这可以 太好太好就很兴奋 第三个是那个 需要短期出差 能够迅速的适应环境 这个我也OK哦 而且应该还蛮刺激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想看来这个可以可以 那我就把我的东西准备准备 然后就投出去了这样子 然后跟当时的指引长跟前辈都聊得很愉快 然后就进去了这样子 那少年我问你 你当初没有想要念社工吗 我当初其实想念社会学 他说反而对社工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因为学生嘛 然后对于理论 对于大的东西很感兴趣 所以才会去念国际关系啊 然后又大又重的 就是觉得哇好像很厉害 很结构这样子 对啊对啊 但是对于那种实物操作上的东西 其实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想法 那你在从你进入到罗慧服务到现在以来 你有没有想要去念有关社工的东西 我其实每次在工作的时候 我都在想说 啊我那时候如果有念社工就好了这样子 对啊 算是有半开玩笑 但是因为我的同事一半以上都是社工 然后其实基金会是一个以社工起家 做国内服务的一个组织 所以其实我们很在乎很多社工的最基本的精神跟原则 那其实这些社工的精神跟原则 也都后来都应用在国际援助上 比如说我们做评估 我们做资源的分配 我们怎么去连结不同的潜在的资源者 然后一起来完成一个专案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从社工的概念里头 把它引到国际援助里头来的 那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其实你不用念 你实际去做它 我相信会比你在学校念社工或是心理什么那个 会更有帮助 所以我后来也觉得 它其实是我在工作中的学习就是一切了 对 其实学校就是某种预备 然后如果有预备到很好 然后如果没有预备到 你就是在现场 做中学 做中学 然后开放你所有的感官 你就是一直学 然后一直试错试错 然后找到那条对的方法为止 而且我觉得那比较真实 会比较接地气 对 对对对对 好那你 好那你先 你刚刚跟听众朋友先讲你怎么进去的 然后 那你的基本工作业务大概是什么 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基金会做 纯恶劣 做先天性乳原疾病的国际医疗的合作 那当然基金会整体来说 其实国内国外都有做 那我自己是做国际的部分 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发展中国家 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乳炎中心 自己以及自己的乳炎医疗团队 照顾自己的纯恶劣病人跟乳炎病人 所以在业务细节上我们会做国际一诊 我们把台湾的很资深的医师带到 还有我们整个医疗团队带去当地 跟他们一起做做手术 那另外我们也做种子医疗人员培训计划 就是让比如说像菲律宾 印尼 柬埔寨 蒙古 这些年轻有钱的医师来到台湾 然后在台湾最好的乳原中心 跟台湾的资深医师一起学 学怎么开刀 学怎么照顾病人 然后基金会是提供奖学金 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安心的学习 那我们等他们回去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合作方案 比如说我们会赞助当地的手术费用 医疗费用 那我们也会捐赠医疗设备 或者是手术的耗材 让他们可以越做越多 手术越做越好 那就是可以 就是用 他们的东西其实就是把台湾模式 搬到他们的国家去 然后用他们的脉络 去帮助自己的病人 是是是是 那少女有问你 一般的颅檐中心 他在各个国家是必备的吗 应该是说 这个概念是罗慧夫医师 当时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罗慧夫是1959年来到台湾 然后在台湾待40年 他在那个台湾还很贫困的时代 就有这个概念 他就是跨科别的 包含外科矫正牙科 语言治疗社工等等 一起在一个地方提供 整合性的服务 的照顾服务 所以在 以开发国家 当然这些有点像标配 就是其实是基本配配 就是很常见的 那 但在开发中国家 你 不要说读言中心 他可能连会开这个 刀的外科医师都找不到 所以在我们在早期 1998年 在越南或在柬埔寨 就是都没有 然后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早期的介入 都是先从疫诊开始 然后慢慢的开始走培训 然后等到他们站起来之后 后续的这些意料补足 再跟上这样子 对 那 我比较好奇 就是 因为我刚才有跟上林聊 就是我每年都会买他的阅历 就尽点绵薄之力 我想问那个 当初 罗慧夫怎么会想要强调 就是他就是要关注 唇恶劣 因为我们台湾 以前是讲兔唇 怎么会关注 那个唇恶劣这个方面 其实罗慧夫医师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自己并没有专门做 唇恶劣这件事情 他是在他不断的 行医的过程当中 慢慢发现说 怎么这么多这样的病人 所以他还为此特地 回去美国学 唇恶劣的手术的方法 然后才回来台湾 然后后来成立了一个 颅延中心 用刚刚的讲的那样的概念 然后不断地改进他的手术技术 所以罗医师当初教的那些年轻的医师 现在都是台湾最资深 最顶尖 甚至是在亚洲都很知名的 唇恶劣跟颅延的手术的大师 那我们现在就是跟着 带着这些资深的医疗团队 到各个国家去 去做教学 然后去做疫诊 这样子 对 因为我知道罗慧夫 颅延中心是 还蛮 应该念书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然后他其实 我是蛮佩服 就是因为他会关注这一块 但不止就是 我觉得台湾还蛮多基金会都做得很好 只是 罗慧夫就是他还蛮有特色 罗医师他确实是对这一块 关注很久很久很久 对 那上你要不要跟大家聊聊就是 那本身你已经在罗慧夫工作12年 那台湾目前大家基金会对于 国际参与的那个 或是国际援助的参与度 或者是你要不要用罗慧夫来当例子 聊聊他们你们在国际援助的参与度 或者是一些心得 我们据说早期的时候在做国际援助 常会被问说 台湾还有这么多病人都帮忙不玩了 为什么要帮忙国外的 会这样问 早期的时候听说 有一些会内的前辈会这样分享 对还是有 那这几年其实就比较少 比较少 那我自己觉得 或许跟整个全球化 然后大家来来往往的经验也多了 所以其实这样的声音其实是比较少的 那我自己是觉得 基金会其实一直是想要把台湾的这种做存恶劣 不只是在医疗上 也在这种比如说心理的支持 然后家长的支持 像这样子的概念 也可以一起推广 然后让这些开发中国家能够在 如果他们已经可以把医疗做好了 那台湾的这边 其实因为基金会社工做很多的努力 那这样的经验也可以让他们来运用 那这样的话也会是我们在 我们自己在下一步应该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在越南 在菲律宾这些医疗相对走得比较前面的国家 就有看到 其实我们的种子医师在当地把他们的手术都开好了 可是那个病人看起来就是很不开心 很没有自信 不敢讲话 然后眼睛都滴滴的 那那个其实在台湾过去的经验里头都有 那其实就是当初罗卫福医师要设立基金会的目的 因为他说他的医疗的部分都完成了 可是他心理的部分 他觉得他照顾不到 那这个其实台湾以前走过这一段 那我觉得接下来基金会 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宝贵的经验 去帮助这些东南亚国家 把这个部分 把心理的部分也照顾起来 哦那讲得很好 就是 嗯 罗医师当初只是可能看到 就是我帮你把physical的身体弄好了 对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你那个mental的部分 可能没有照顾到 或者是因为那是相对应的啦 他可能以前就已经习惯就是 我头低我不想让人家看到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现在已经好 但是我那个习惯还改不掉 那可能在这个重建之外 还有包括心理重建都要 嗯那所以你们龙慧夫工作本身 还有包括心理的部分 在国内的部分 其实我们做这些社会心理支持的方案 做的很多 嗯那国际的部分 其实1998年一直以来 到现在其实都还是以医疗照护为主体 嗯嗯 其实在过去这两三年三四年 我们有发现一些变化 因为有一些国家的医疗 就我刚刚说 刚分享的 就是医疗已经 哎已经还不错咯 当然还可以更好 可是你又看到新的东西在那里 那其实这个对基金会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社工的 这些照顾的宝贵经验 转化成当地所可以使用的方法 那当地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意识到这一点吗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那那你像菲律宾或越南你们那些合作的国家 他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在我们在菲律宾有一个很棒的的基金会 他就是真的就是菲律宾罗汇附露源基金会 是我们的总子仪是在当地成立的 那他们的运作模式跟我们也都有很多很密切的合作 那我觉得他们已经有一些比较初步的社工的方案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觉得其实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往前走 那在越南的部分 我们在河内的国家儿童医院有一个很棒的团队 医疗做得非常好 那那是一个大医院 那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也有一个类似社工部门 但是这个因为还牵涉到内部的一些合作跟工作模式 所以我们有看到机会 可是实际上要怎么做我们也还在摸索 其实听众朋友从上林的那个叙述可以知道 还是不好做 其实非常多的挑战 就是你进到基金会是step one 其实后面你的second step很高 就你要跨上去的时候 那很多很多东西学习之外 然后包括你这些基础的像行政工作文书等等都OK之后 你开始接触到国际援助这真正的做的部分 然后做的部分你就会发现 像刚刚上林也提到的例子就是 除了身体的以外 那心理的建设也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怎么样让罗慧夫在海外的那些合作的水准都慢慢提升 这个难处更高 那这节节目我们先请上林跟大家分析了 还有分享这些罗慧夫如人基金会的一些基本的工作 那下节节目回来我们再请他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他当初怎么样动了感情 然后在一个走廊就是看到一个小女孩的那个 我觉得我们就蛮感动的故事 然后我们再请他继续来聊 其他他在罗慧夫如人基金会工作的一些近况 然后我们这节节目先到这边 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FM93.1台北广播电台 简单看世界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简单 在我身边的是 这一集的身份是罗慧夫如人基金会国际合作副主任 李尚林先生 那尚林的经验非常多 然后他本身也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 上一节他先提到了他怎么进入这个基金会 那他的业务内容大概是哪一些 那这一节我们就来聊聊 你在里面工作有没有让你开心啊 或者是难过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开心的事情先讲好了 就是说其实NGO工作都会碰到很有热情 很有热忱 然后对这些 对这个世界还有某种近乎就是期待 期待的 那我觉得我在因为都跟开发中国家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年轻热血的医师 医师 那跟他们工作很爽快 因为你会觉得 其实在开发中国家 要变成一个医师要花非常多的钱 我相信 举个例子来说 他们在有些国家 他们的住院医师是完全没有薪水的 甚至他们住院医师还要付钱给医院 医院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样子的贫困的环境下 如果他好不容易熬出来了 他可以当一个好的外科医师了 他又愿意要来做 纯恶劣这种不赚钱的行业 是是是 他一定是天选之人 而且那个秦超很伟大 所以当如果我们找到像这样子的医生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 但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 怎么把这件事情解决 开发中国家有很多的官僚体系 很多的文书 很多的不公不义 资源分配的不合理 那我们在台湾有资源 那我们在当地有这个热血青年 的医师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那我觉得做Android工作最开心的就是 我们的工作真的有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这很棒 对 而且是好的impact 是好的impact 所以 我们在菲律宾那节目在看到那个小朋友 做完手术的样子 然后妈妈的眼泪 然后爸爸的那个拥抱之类的 你就会觉得 哇我之前在那边 值得了 值得了 一切都值得了 做那些狗壁倒到事都值得了 对对对对 都不算什么了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相信这种 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你好然后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 你会 除非有些少数的 那真的可能真的比较 心理状态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但是一般会觉得 哇这种 这种赤子之心 然后如目之情会 会是影响大家 就是你会希望大家都好 尤其是你觉得你真的帮助到他的时候 那种心里面的回馈 我相信 这虽然是老掉重弹 但是确实是笔墨难以形容 然后潜满不到 但就是这个过程 其实常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也会卡关 卡关 对对对 就比如说 怎么讲 比如说我们最近就碰到了 要去飞兵议诊 然后就那个 光是申请的一个证件 要把当地的临时医疗指教申请下来 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然后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那你就会觉得 我去那个国家是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样 对那当然你还是会 理智上你还是要说 背后他们政府有一套管理系统 然后要管理这些东西 对但是 你心理上还会觉得就是 怎么可以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做一件 其实就是文书的流程 就很简单的事情 对对对 这也是你们出 遇到的时候 然后觉得这是难处之一 没错 那你本身有没有 你刚才分享 你快乐的事情分享完了吗 对 那你 那你比较印象深刻 或是比较难过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说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其实就是跨文化沟洞 哇这个 你够你讲的 对我就讲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关于对方 就我们提出一个疑问 他说yes 他那个yes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早期就是很菜鸟很菜的时候 我们就台湾人的工作方式嘛 我们就是台湾人不都是要先做好规划吗 那就是1234567全部都那个 带座清单提案弄好 然后跟对方询问说 所以这个OK吗 OK吗 OK吗 他都没有跟你说yes啊 对啊 什么都什么都好 到现场就没有一个是yes啊 所以 所以那 可是你要对他生气吗 其实好像好像也不是 这也不是伙伴关系 那现场都没有那些怎么办 没有12345那些 但是神奇的事情就是说 最后事情也还是成了 就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个感恩茶会 然后本来应该是要10点开始 结果我9点55分进去的时候 发现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还5分钟 整到这样对 那那后来就大家说 哦然后就比如说10点的时候 那个现场有人才到啦 然后慢慢搬啊 然后病人慢慢过来啊 然后最后10点25分10点半 还是成了还是成了还是开始了 就是晚了半个小时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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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回过头来刚刚那个yes的意思 其实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换位思考 进入对方的思考脉络底下 然后用他所知 他的观点 然后试着跟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把它对接上 那我真的要到第6年第7年之后 才有才具备那样的能力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回答我这件事情是什么 我只知道他的那个yes 其实不是yes而已 还是他就在练习书信英文 这也是有可能 yes这样 那那个上您提到这个 我是觉得还蛮好玩 就是当 我觉得国际援助工作已经够繁杂了 而且那个心情有时候是很急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 尤其是这种有关医疗的 有时候甚至是分秒避震 当然纯恶劣可能没有那么紧急 可能不像心脏或什么 但是毕竟他还是一个能快就快的工作 那如果假设你遇到这个 那你们会 你们除了书信 你们会用电话直接沟通吗 我们就是都看状况 那当然非常紧急的事情 就用电话直接沟通 就是一定的 那平常在沟通的时候 当然就用email来了解 如果其实后来去到了认识了 真的熟了 我们就是用whatsapp 就快了 就快了 那个其实不同的沟通管道 代表的是不同的交情 不同的交情 然后在不同的管道上面 要丢不同的讯息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样子沟通起来 更细腻了 就是你可以有个分层 有个层次在 就是今天跟上尼 丢给他就很快 你大概也可以 expert你他的回应 大概是什么 如果是初次见面 或是大概就真的很不好联络 不好沟通 大家就照规矩来 对 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节奏 然后你面对不同的 合作伙伴的时候 你的那个方式 其实也不太一样 有时候想想这样 这其实蛮累的 是啊 对但是后来我也觉得 其实就是交朋友 只是交朋友过程当中 我们在工作 嗯就是朋友白白种 对对对 然后可能这个个性 跟那个个性就不太一样 有可以依靠的 有很善男 但是很两光的 然后有依靠你的 哈哈哈哈 好 这是开心跟一些印象深刻 那因为我有读 你的一些报导 然后你真的是性情中人 就是你曾经在一个走廊 看到一个传恶劣的小小妹妹 对 我带你几个头啦 但是就请尚尼好好 来跟听众分享这件事 就其实是想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 在NGO工作的前半段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当爸爸 那我现在是两个小孩的爸爸 那在前半段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我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我的NGO工作做好 然后让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专业的工作人 那让自己的工作被砍件 那我的大女儿是 2015年的时候出生的吧 那当了爸爸这样子 然后她出生满月 我就去柬埔寨在做议诊 那那次议诊 其实是一个很乳庆 很寻常的议诊 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我发现我那次去的时候 整个人很情绪化 就是我只要看到 纯恶劣的宝宝 我就会一直掉眼泪 因为你身份不太一样 我才发现 我发现那个 躺在那个病床上面的宝宝 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像我女儿 然后我在那一刻才很真实的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都知道 这个世界不公平 我们理智上知道资源分配等等这些事情 大概可能是一句话 对 可是当我成为了一个爸爸之后 我发现我最深爱的女儿 在台湾 其实她所拥有的资源 就是可以有这么多 她如果生病了 她如果怎么了 她其实有很多后面的资源 国家民间 爸爸妈妈都可以 都可以给她 可是她说在柬埔寨 在印尼 在菲律宾 她就是不行 那可是他们都 同样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都是一个小孩 都是一个小孩 对我来讲 我觉得 作为一个刚当爸爸一个月的人来说 我觉得那个残酷的现实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 他们每一个都是生命 凭什么在台湾就可以有这么好的医疗 在柬埔寨就不行 对啊 然后在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 其实我做的工作 其实当然是一份专业 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缘分跟 你会让自己更谦卑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专业有限 我就是只能做 我现在最擅长的就是做 春恶劣的医疗的合作 有些人可能是做儿少院 可能是做性别 可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头 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然后尽可能的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然后让他们可以变得更好 那我们可能做得很慢 我们做得不多 但是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刚刚上您这段很感性 就是我相信你在从事海外 国际援助跟进入罗汇服工作的时候 想要帮助人的心都有 只是说你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小朋友 然后帮助的是别人家的小朋友 可是一旦你自己有小朋友之后 你在出国再去看到那些小朋友的感受的时候 那个你会觉得他们的被剥夺的东西这么多 然后自己小朋友在国内 然后我觉得你一方面应该是 也就是觉得 就是对自己的女儿有点 就是想要好好照顾她的心也是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看到 这些的小朋友 从而立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的心情到底是 如何煎熬 或是如何怎么样怎么办 我的小朋友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心态 我觉得那个差别的强烈度 是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 因为我刚刚就是有点 插话就是说 那个身份不太一样 因为你当爸爸前跟当爸爸后 你知道你就是 因为小孩毕竟是你生出来的 对 你可能对他有一份责任在 哇 你那个责任在的时候 你突然看到 那如果我是那个爸爸妈妈的时候 我会怎么办 我觉得因为那个身份的转换 会让我对于这个 我自己在做的工作的 那个认识跟体会 又变得不一样 是是是 应该说更 又多了另外一个深层的体会 就是他是 他现在跟 他不只是专业 他也是一种 生命跟生命之间的缘分 哇这句话好棒 就可以当我们节目 这一集的标题 就不只是工作了 他其实是生命连结 彼此之间的缘分 这一节 上林跟我们聊了 就是他在罗慧夫留言基金会的 开心啊 然后就是印象深刻 或是甚至不开心 或者是怎么样去了解那个yes the behind the yes 后面是什么 还有就是当他当了爸爸之后 然后知道 不是每个国家 或是每个小朋友生出来的 生活环境或是医疗环境 都是比较好的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去 换位思考一下 就是当你自己的小朋友 尤其是当爸妈的人 因为大家都想给小朋友最好的环境 跟大家都一样 可是当有些小朋友的生活环境 没有办法这样子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想想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 或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那这时候 我是蛮鼓励大家 去直接到罗慧夫 或是你写信给上林都可以 因为上林 这几次的反问下来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 你看他这样外表还蛮谦虚 其实他肚子里面东西很多 然后他讲出来的东西 就让人家都很有感 然后我相信这也是 国际援助很需要的人 除了热情之外 你本身的那个同理心要够 那这一节节目 越讲越感性 这节节目我们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下一节节目再请上林 来跟大家聊聊其他 他在罗慧夫 如言基金会工作的情况 谢谢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FM93.1台北广播电台 简单看世界 世界不简单的节目 今天陪听众朋友看 不一样国际援助世界的是 李尚林先生 那他在前两节 也跟大家分享他进入罗慧夫 如言基金会的心路历程 跟一些他处理过的 比较让他开心 让他难过 甚至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那这一节我们就来问问上林 你进入到这个基金会 跟从事台湾海外援助 就真的十二年 其实说 说久也很久了 那你从中得到的一些回馈是什么 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觉得最大的回馈是 要帮助人 其实不只是要善心 而是一门专业 就是我们其实是把这个 助人的心 用很有系统的方式 去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这是我在最开始进来的时候 所没有想过的 我本来想说就是 他就是份工作嘛 然后凭着一颗心 凭着一个热情 觉得可以帮助人 我也很开心跟他这样子 就进来之后发现说 其实要学的东西是太多了 然后你要我们所碰到的挑战 跟碰到的需求 需求其实每次都不一样 就是说你两年前做的事情 你去年做的事情 跟你今年做的事情 你不见得明年可以做 那怎么样在这个不断变化的需求 跟这个服务现场 其实就变得很有挑战性 对啊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个最有刺激性 最有挑战性 也是会让我想要一直在这边 继续工作下去 很主要原因 因为工作不会一层不变 当然会有一些基础的东西 是不变的 可是其实做NGO是很 竞争很激烈的 如果一直都不变的话 很快就会被其他 做的比你更好的伙伴所取代 这个都是会发生的 听众朋友从这段话可以理解 就是可能一般觉得 帮助人有什么困难 我就帮他就好了 但真的involve到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像刚刚上林说的 你是一个用有系统的方式 跟有系统的做法 去去帮助对方 而且 就是除了自己的进步之外 然后你如果不敬则推 其他基金会都赶上来 来做一些事情 来做这些竞争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看看 因为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其实上林有说 台湾的国际援助 其实做的很多 也很棒 然后 力量也很强大 我是很希望听众朋友 去多了解这一块 继续来当 这些在海外冲刺NGO朋友们的后盾 就是给他们多一点力量 给他们多一点温暖 让台湾的国际援助 能做得更好 好 那如果刚刚像上林提到 就是你拿到这些回馈 是觉得 除了光凭一颗 助人的心还不够 就是可能还有一些系统 跟一些比较有方法 好 那我想请问上林呢 就是 因为你算很年轻嘛 你算是说 卢医师1959年就来台湾 那你们基金会到现在 可能也经过了蛮多变革 或者是很多阶段任务的完成 然后你们可能也会转型 那你要不要稍微跟 听众朋友聊一聊 卢慧夫卢源基金会 在这几年的变革啊 或者是你们的创新的部分 基金会因为是 1989年的时候成立 那最开始的时候 当然就是看到 国内很多乳炎 唇恶劣 这些患者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那个 1989年 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全民健保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病人 是去借钱 提着钱来开刀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 我们做很多 其实就是做 做医疗手术的补助 那当然后来国家政府 这个健保资源进来之后 我们也开始转做其他的 经济类的补助东西 包括像是后来做教育 希望让大家都 让小朋友可以去 去上补习班 或者是上课后班 那重点是要让他能够 要加入人群 那当后面 我们接下来也看到很多 小朋友在他长大之后 如果要做后续的手术 小朋友已经长大 可能已经八岁九岁了 他面对了一个这么大的手术 他心里会害怕 是 那甚至会造成家庭的冲突 他没有经历过 他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们的社工也发展出这些 比如说手术前准备班 的像这样子的活动 那当然家长的支持系统 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有像志工啊 然后知识性团体等等 那到后来整个的服务 也都越来越完整之后 我们也找到更细致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应该是在 四五年前看到了一个需求 就是说春恶烈的妈妈 在最慌乱的时候 其实是他小朋友出生 离开医院 到回到家里面的那第一个月 因为他照顾春恶烈的宝宝 真的是比较辛苦 很多步骤跟其他宝宝 是不一样的 然后又没有办法睡 没办法睡觉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喘息服务 那就是让我们资深的这些志工 然后他们经过训练之后 变成喘息服务员 到家里面去教这些妈妈 怎么样照顾他 这好体贴啊 所以妈妈可以有那两三个小时 可以好好喘口气 然后也可以聊聊天 讲讲话 而且因为都是 都是他们这些志工 都是身经百战 都是过来人 所以也可以提供这些心理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看到像这样子的 很细致的服务需求 那这是国内吗 那在国外的话 我们当然就像刚刚其实有 稍微分享到 早期国外最大的需求 其实是直接的手术介入 因为片地都是病人 根本开不完 所以我们就是 疫情团就过去 那后来做培训 那培训之后慢慢的 10年15年当地的团队建立起来了 那他们缺的是什么 他们可能就缺的是费用 所以我们在台湾募集费用 然后补助他们做手术 然后他们手术越开 就会开得越好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那可能后续会缺经费 会缺手术 如果缺手术的耗材 基金会这边也可以做赞助 那走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更新的需求 好像正在成型 那就是心理的需求 那这个重要是后续基金会 会再继续做努力的地方 我听众朋友 听完会真的觉得 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象的 不是大家一般 如果没有听上林 刚刚在讲的话 我们说帮助人好 那基金会是在帮 纯恶劣的小朋友跟家人 但手术完之后的 术后照顾 还有一些像妈妈喘息 然后我就 所以我刚刚一听到 就真的觉得 你们确实做得很细致 就真的是细致的部分 而且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 这基金会 而且比如说你们刚刚 现在在发展心理支持 那个相信是很多 除了医疗行为之外 许多不止病人 病人家属都需要的 因为很多术后照顾什么 他们也许不知道 他们也许会有一些 术后的心理的冲突也有 然后那些关系的 重新建立也有可能 然后这些东西 这么细致的话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 不要说陪伴 至少一个引导的话 可能对于那个医疗效果 会有点打折扣 这个就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像照尚林这样说 罗慧夫如原基金会 其实真的越做越细致 而且是真的 真的是很有规模 很有系统 因为基金会当初 1989年成立的时候 就是两个员工 然后是窝在医院的 一个角落的办公室 可是经过这几年 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们也很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 是四个办公室 35个员工 然后国内的方案 每年大概可以做 两三千人次 然后国外的话 是九个国家 十二个长期的方案在走 其实真的是非常感谢 国内捐款人 跟大家的帮忙 我们才有办法 有做今天这样的服务规模 因为真的 像你刚刚说 两个员工 然后在医院的一角 走到现在 可以只有九个国家 十二个项目 这样 确实真的不容易 那 我其实我也蛮想呼吁 听众朋友可以捐款 不要吝啬 因为做的是 还蛮有意义的事情 好那我要问一个 上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 如果在2011年那个时候 你没有来到 你来到了这边 那假设2011年的时候 你有别的选择 或者是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 你还是会进到这个基金 会吗 为什么 我觉得我会 因为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 可以帮助人的工作 然后 他可以带我到很多 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国家 确实 然后跟平常 一般台湾 台湾人 比较难有机会的人 碰面 然后 我觉得这 非常苦 非常刺激 又苦又刺激 对 其实因为基本上一般 会走国际援助的人 基本上的个性 就会比较助人了 这是必备的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做得很痛苦 然后因为我们也 在上一集节目 我们也聊到 你的出身是比较 国际关系跟历史的 是真的比较人文的 然后加上你的硕士 又是念社会系 所以 很多的人文的 知识的训练 这样下来 我相信 对于上林走这条路 应该是 很有帮助了 那 我就在节目最后 我就还是请上林 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了解 罗慧夫如原基金会 你大概有什么管道 然后你们现在目前 大概有什么专案在走 然后大家如果要捐款 或者是想要提供 什么其他帮助的话 可以怎么去找到你们 基金会有官网 有Facebook 有IG 然后我们下半年 也都有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很快 会有一个 陈俄烈的小朋友 画的年历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年 这个小朋友 不只是台湾的小朋友 画 也有菲律宾 柬埔寨 跟越南的小朋友 一起来投稿 所以他们我们总共选了 12幅 等于是亚洲的小朋友 一起做成一个桌礼 然后应该近期 就会有这个记者会 跟活动 欢迎大家到的时候 一起来支持 明年的吗 就是明年的桌礼 对对 但是他预购应该 不久之后就会开始了 这样子 我都有买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真的值得支持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也 即将应该 明年的上半年 会推出 以国际援助为主题的 募款方案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这一集节目 我们虽然是请上林 针对比较多 罗慧夫如人基金会来讲 但其实因为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也是国际援助 那 其实这两个是比较 没有办法切啦 只是说 你的服务对象 跟你的服务的一些 可能方式会比较不一样而已 那听完上林讲这么多 有关他的国际援助的心得 我最后想问一下上林 就是如果假设有心 一样 就是有心要走这条路的 学子啦 或者是现在你是学子 或者是你正在找工作 或者是你想要 这个工作其实蛮适合我的 这些人 你有没有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对于国际援助感兴趣 其实还是 如果在大的结构上 大家还是要对国际局势 有了解 就那个大的国际政治的结构 其实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的细节 追根究底 其实是制度的问题 所以特别是开发中国家 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跟危机在哪里是什么 那我们作为台湾 作为有钱的 比较相对富裕的国家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它其实需要一个理论的架构 所以如果是同学的话 我倒觉得 去多收一些国际政治的课程 我觉得是很好的开始 那但是实务上 要怎么样更接近国际援助 那其实真的是要参加活动 然后参加工作方 参加演讲 然后看实务工作者 再分享他们现场的工作经验 会让可以更拉近理论 跟实务中间的差距 那我觉得这两个拼图拼起来 就会很接近 我们在做国际援助的时候的 那个最真实的样貌 哇谢谢尚琳 我想由她的嘴巴讲出来 是说服力跟正当性更够啦 就是 我很希望听众朋友 也跟尚琳 或是跟其他大家 在做NGO的人一样 就大家一起来 把台湾的NGO 这块做起来 而且要希望越做越好 能够让大家知道 我们台湾 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人 而且在不同 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 然后这里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台湾这块 借由这个来认识台湾的另一种方式 这都很棒的方式 我们今天节目 非常非常谢谢李尚琳秘书长 或者是副主任 来 我相信这个头衔都是虚的啦 基本上就是一颗助人的心 我们也就是很谢谢她来上我们节目 我们希望她的生活 她的工作能够越来越好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谢谢 拜拜